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AP大于CP AB等于15 BC等于20 AE等于12 角EPG等于90度 则AP等于多少 PE加PG等于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一个长方体 P点在对角线AC线上 而AP大于CP 现在已知 AB长度是15 这里是15 BC这里是20 因为角B是90度 所以我们先求AC AC的长度 我们利用必试定理 AC的平方 等于15的平方 加20的平方 结果等于25的平方 因此 AC长度是25 所以 AC长度这个25 我们要求AP 假设AP长度这是X 于是CP长度就是25 减X 因此 AP 如果是X 而CP 则是25减X 因为AE等于12 所以这个长度是12 而AC是长方体上面的对角线 因此 EG这也是长方体底面的对角线 而AC则等于EG 因此 EG长度 这也是25 于是 深鸟型EPG中 PE的平方加PG的平方 就等于EG的平方 可是 PE的平方 就等于12的平方 加X的平方 而PG的平方 则等于12的平方 加25减X的平方 因此 我们再利用一次B式定理 因为 PE的平方 加PG的平方 会等于EG的平方 所以 12的平方 加X的平方 真的是PE的平方 我们加上 PG的平方 换成 12的平方 加上25减X的平方 等于EG的平方 因此等于25的平方 乘开来 12的平方 E是4 加X平方 加E是4 加上25的平方 减25X 加144 等于0 因为144可以分解成16和9 于是 我们利用X减16 X减9 X减9 因此 X减16乘上X减9等于0 因此 X等于16 或X等于9 因为 AP要大于CP 所以 X等于9 这个不合 所以 X是16 X是16 因此 AP长度 就等于16 所以 AP这个等于16 而PE长度 因为 PE的平方 等于12的平方 加16的平方 结果等于20的平方 结果等于20的平方 因此 PE就等于20 而PG的平方 则是12的平方 加9的平方 结果等于15的平方 因此 PG就等于15 所以 我们要求 PE 加PG 结果等于20 加15 因此 等于35 所以 PE 加PG 这个 等于35 这是第一题